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的群岛国家 它是一个由26个环礁和1192个珊瑚岛组成的国家 其中约200个岛屿有人居住 马尔代夫的总人口约为55.7万 其中大部分人生活在首都马类和其他主要城市 马尔代夫的陆地面积非常小 只有约300平方公里 然而他的海洋领土却非常广阔 海洋面积约有11万平方公里 马尔代夫远离亚洲大陆 与马尔代夫比较近的国家要属印度和斯里兰卡了 他距离印度南部约600公里 距离斯里兰卡西南部约750公里 那么印度为何对他虎视眈眈 只是因为两个国家比较近吗 马尔代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 当时亚利安人来到马尔代夫定居 成为了马尔代夫人的祖先 在公元1116年 马尔代夫建立了信奉伊斯兰教的苏丹国 历经了多个王朝的统治 在16世纪 葡萄牙 荷兰和英国先后占领了马尔代夫 使其沦为殖民地 1887年 马尔代夫被英国殖民统治 在1965年 马尔代夫获得了完全独立 同年加入联合国 1968年 马尔代夫通过全民投票宣布成立马尔代夫共和国 马尔代夫经济结构单一 资源贫乏 严重依赖进口 经济基础较为薄弱 马尔代夫2022年的GDP约为61亿美元 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 与我国不相上下 马尔代夫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旅游业 渔业和船运业 由于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海洋资源 旅游业已成为该国的主要经济之主 马尔代夫拥有美丽的海滩 多姿多彩的珊瑚礁 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 以及独特的文化 这些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纷纷来到这里旅行 马尔代夫的度假酒店种类繁多 包括豪华度假村 海滩别墅等 提供各种水上活动 如浮潜 深潜 钓鱼 帆船等 这些活动深受游客喜爱 此外 马尔代夫还有许多清真寺和博物馆等文化景点 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传统 渔业也在马尔代夫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马尔代夫的渔业资源丰富 包括各种渔类 贝类和甲轿类 马尔代夫的经济虽然不是很强 但是其战略位置却很重要 马尔代夫是连接亚洲 非洲和澳大利亚的交通枢纽 马尔代夫的地理位置对于国际远洋运输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马尔代夫的海洋资源对于全球贸易和渔业也具有吸引力 因此 许多国家都重视与马尔代夫的关系 希望通过加强合作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正是因为马尔代夫的战略重要性 所以印度对这里虎视眈眈 以心想要控制这里 马尔代夫的强项也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 因为马尔代夫地处印度洋中心 是多条国际主要航道的必经之地 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此外 马尔代夫拥有广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 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都让印度垂涎三尺 虽然印度对马尔代夫虎视眈眈 但是马尔代夫作为一代独立的国家 自然不希望谁来控制自己 他们寻求全球合作 努力发展自己 马尔代夫与我国就有很好的友好往来 马尔代夫与我国的经济合作非常紧密 中马两国之间主要涉及贸易 投资和旅游等领域 在贸易方面 中国与马尔代夫的贸易关系 近年来发展迅速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 2020年中马双边贸易额为2.8亿美元 其中中国对马尔代夫出口2.75亿美元 自马尔代夫进口0.06亿美元 2021年 中马贸易额达到4.1亿美元 其中中国对马出口4.1亿美元 这些数据表明 中国与马尔代夫的贸易关系正在稳步发展 在投资方面 中国对马尔代夫的投资也在逐步增加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 2021年中国企业对马直接投资流量为2309亿美元 此外 中国还积极参与马尔代夫的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修建机场 公路 桥梁等 在旅游方面 马尔代夫是中国游客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中国游客可以通过旅游签证前往马尔代夫旅游 而马尔代夫也为中国游客提供了便利的旅游服务 同时 中国的一些城市还开通了直飞马尔代夫的航班 使得游客更加方便地前往这个美丽的海岛国家 马尔代夫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和发展 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 未来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中马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关于马尔代夫的视频 看了视频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